台东平龙 靠果子梨咖啡翻身 印尼社乡咖啡 闻名全球 一杯动辄数千元 数高价值经济作物 台东山珠园牧场 发挥台湾精神 疏人不疏症 也研发出独一无二的 果子梨咖啡 牧场老板是58岁的阮永光 他从小家健不佳 7岁就得外出 做工养家 扛竹子 砍柴 台关卖五金 只要能赚钱 什么都做 1983年 台湾流行羊宠物猪 阮永光 养母猪 生小猪 再卖到宠物店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后来成立 山珠园牧场与酒厂 养殖水鹿 卖鹿龙 葡萄酒等 偶然机会下 开始在园区种植咖啡树 原本只想欣赏咖啡花香 没想到越种越多 咖啡豆 料门地 为了不浪费咖啡豆 山珠园与工研院合作 研发后制技术 专家看到牧场内 有养殖200多只果子梨 灵机一栋 工研研究院的科学家 他就用我果子梨的肠道乳酸精 去花效咖啡 让咖啡的风味很特殊 成就台东的咖啡品牌 果子梨和摄像猫同科 加上已被列为保育类动物 因此果子梨咖啡珍贵性不输色香咖啡 山珠园经过一年多研发 终于推出在舌尖跳舞咖啡饮品 他们有三种咖啡 有那个竹子竹香咖啡 有那个深层海水咖啡 也有果子梨咖啡 那么果子梨咖啡 其实它是从苦到干 是非常好的一种咖啡 山珠园牧场现在每年营业额约200万 扩除肥料等进货成本80万 一年利润约120万 旅游行销专家建议 牧场可设计体验室活动 扩大亲子客源 对于客人来讲 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感觉 那更重要的也是 其实借由所有的营业活动 能够刺激这边的经济活动 让在地的产业有所收获 阮永光把一株咖啡的经济价值 从400元提高到4000元 收入大大增加 两个儿子也都投入自家农场 全家人在台东农业净土 寻得终身事业及相守的幸福 东新闻总和报导